都说雍正心中的白月光纯元皇后就是步步惊心中的马尔泰若曦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历史上真的有若曦这个人吗?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仔细看过两部剧的宝子们肯定都能发现 若曦和纯元的梦幻联动非常之多 无论是雪中只为一人绽放的红眉舞,清新脱俗的样貌,还是在后宫中的口碑名声 因此有很多观众说,只有若曦是纯元皇后,才能解释纯元的万能人设 而且甄嬛跳完惊鸿舞后,众人称赞她有纯元皇后的风范 只有时也嘲讽说毫无新意 作为和若曦一同长大的伙伴,她自然是见过更好的,也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若曦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两人都是在小产后因游丝过渡,才撒手人欢的 可这里有个问题,虽说纯元和若曦很多细节都能对得上 但这纯元是甄嬛传中的虚构人物 既然如此,怎么会是若曦的原型呢? 因此这只是两大剧粉的猜测罢了 那马尔泰若曦的原型究竟是谁呢? 虽然若曦的身份,故事甚至存在,都是小说作者杜撰而来 但仔细翻看雍正朝的史料不难发现 若曦身上其实有很多人的影子 也许作者就是将这些人的精力杂揉 才创造出了若曦这个角色 那这些人又是谁呢? 他们和若曦的相似点又是什么呢? 雍正后宫的一个普通宫女 为何能在史料中留下全名? 她究竟是谁? 首先第一位是被认为若曦原型的人 是雍正的妃嫔云惠 纵观满清能够留下真名的嫔妃 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其中还都是孝庄、慈禧、荣誉这些 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 其他人则都只有一个姓氏作为代称 然而云惠作为一个小小的官女子 能在妃嫔名册上留下真名 可见她对雍正来说是特别的 史料中对于云惠的记载少之又少 我们只能从一些蛛丝马戏中来判断她经历了什么 从云惠至死都只是个官女子来看 她的出生应该不是很高 清朝的选秀分为八旗选秀和包衣选秀 八旗选秀参选者都是八旗内的贵族少女 选中者为妃嫔或者赐给皇室作为福尽 包衣选秀的选手则都是出生下午期的包衣女子 她们进宫后大部分都是会被分到各宫中充当宫女 但要是走运被皇帝看中 一招飞上之头成为后妃也不是没有可能 咱们熟悉的令妃小魏就是如此尚未成宠妃的 按照云惠的家世来看 她极有可能就是通过包衣选秀入的功 云惠被挑中成为宫女后 被分配到了养心殿次后 她活泼灵动的性格以及出众的相貌 深深的吸引雍正这个铁血皇帝 于是宫女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宠幸过的官女子 但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直到云惠雍正九年去世 她始终都只是官女子的身份 也许和步步惊心中一样 雍正是为让云惠能随时随地地待在自己身边 所以没有给她名分 也可能是雍正想在云惠但与子嗣后 再对她进行正式册封 这和若曦的经历就非常之相似了 那另一个若曦的原型是谁呢 历史上的马尔泰若曦真的有受到雍正的宠爱吗 第二个被认为是若曦原型的人 是雍正的妃嫔马长载 步步惊心中的若曦出身将门 她的父亲驻守边疆的马尔泰将军 根据若曦父亲的姓名来看 马尔泰在历史上的身份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八个独子 洪王的妾室冒一世之父马尔泰 但根据时间线来看的话 这个马尔泰很明显对不上 两相对比之下 第二个马尔泰更加符合剧中设定 这个马尔泰是梁广总督 清朝封疆大吏 而雍正的马长载也和这个马尔泰有点关系 虽然这二人不是剧中的妇女关系 但也算是本家兴起 因此在身份上 马长载比较贴和若曦 马氏是通过雍正九年的选秀入宫 初始未分只是小小的答应 仅在一年后 他就被敬为了马长载 可见这段时间 雍正还是挺喜欢这个妃子的 也是在马氏进风长载的这一年 雍正最爱的年妃病逝了 他难过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 帝王之心变幻莫测 没有谁能永远得到恩宠 长久没被雍正想起的马氏 就这么失宠了 此后他便一直待在长载的位分上 再未晋升过 就连乾隆登基后 为小马们尊风时 都没有带马尸一起 可见他在后宫的处境如何 乾隆33年 马长载去世 因为他实在太透明了 尸体在宾馆放了七年都没人发现 直到乾隆40年 有人将此事禀报给了乾隆后 马长载才真正入土为安 无论是云慧还是马长载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若曦的影子 但不是每位后妃都能像若曦活得那般精彩 更多的都是默默在后宫姑老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